这个阿布是个什么人 中国的企业家 我说没有一个能像阿布 就他严格讲是游艇的最大玩家 创始人 创造者 然后在安吉普南法那个房子 那你就别提那房子的品位 你就没法想象 在伦敦海德公园西部 他那个房子很小 但是那个品位你就别没法想象 他买了切尔西以后 切尔西俱乐部 没有任何人不喜欢他 就这个人从来不小气 从来不会说话不上话 而且你见过他哪次狂妄到指天指地 又是不爱钱 不爱人民币 是吧 又是就这样藏田批评 你看看就马云的狂妄 对老百姓的愚昧 说我不爱钱 还有马化腾到全世界去很低调 但是马化腾做过什么公益事业 董文彪那种农民 找了个人民银行行上的婚姻 加了以后那种坑蒙拐骗 使一注的嚣张玩女人 穿着大白鞋 你再看到中国的 王健林那种所谓的 是吧 搞个小目标一个亿 你跟俄罗斯人 那简直比比 我真是兄弟姐妹们 你要看过俄罗斯的 就有品位的富豪 和中国富豪比 生活中 我见过中国的老板 没有一个人 你能让你感觉到舒服的 就甭说是尊重了 我没见过一个 阿布他的婚姻 他的家庭 他的孩子 特别他是政治 阿布这哥们能把油给截了给卖了 然后没事 关键是人家是叶利钦的 是人家他是白手套 叶利钦当时 女儿就是所有的代言给了 最后是跟普京他没辙呀 人家普京接了人家家枪啊 是吧 来了 哥们你管钱我管枪 咱俩说点事是吧 咱俩得合作 对线对叶利钦的承诺 保护他家人 你保护钱我保护 我保护他家安全 人家没有胡说胡来过 这个哲联索急去帮他说话 这个人是个好人 你包括我说那个 Alex那天那个 就是A船那个 就是被制裁那个 这两口子一样很好的人 一点不说阿布 品位不说阿布 很知道 很勤劳 每天有时候工作 也是十几个小时的 所以说你知道 不是说政治 中国人什么都把它弄为 强力钱 最终你的尊重不尊重 最终你的什么 还是你的心啊 你是善和恶呀 阿布 没有行恶作恶的人 我也告诉你 这些人最终一定被赦免的 好人中有富人 富人中也有好人 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么看 不像中国说的 所有中国奸商是过去 借了你的面 给你像我娘一样 给你带上尖 这是叫奸商 这是有回报的 商人想法叫奸商 都被共产党完全的 一个清商主义毁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